67. 人民日報海外版體驗式學習推高暑期中文熱 2015年7月27日學中文08劉飛陳少說 劉飛陳少說國內外的大中小學陸續開始放暑假了 嚴嚴夏日並沒有了黨學生們的中文學習熱 稱連海外漢語學習者利用暑假來到中國 開F多知多彩的中文體驗之旅 比賽真人秀收獲漢語進步取足近年來真人秀類節目的盛行 大贊夫遊球於通過參與者的真實體驗來傳達節目理念和吸引關注 現在,由湖南衛視承辦的第十四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的決賽正如火魚塗地進行著 此次比賽創新勝地採取了戶外真人秀模式 選手們將奔赴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關的四個重要地點 體驗當地文化民族,完成各項中文比賽任務 中文比賽就是要在中國不同的文化地域展開 因為語言是活的,它在每一個地方都有包括謊言在內的多種表現形式 這些也是語言的趣味所在,在本屆比賽總導演劉堅立漢內 參加比賽也是一次中文行酒之旅 針對社會上對真人秀比賽認識的質疑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務漢語基地主任韓洪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強調體驗和接觸並不會使得節目偏離語言比賽的初衷 因為語言是交流的工具,若能權衡好節目的娛樂效果和比賽的科學性 真實場景中對語言的運用反而能更客觀真實地考量外國學生的綜合漢語素質 該校無理求師留學生李佳藥就曾參與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 在暑期播出的大型互動節目2015 漢語喬我與中國第一次親密接觸的半決賽 他對比賽過程記憶有新 這種實地體驗中國文化的形式與我平時在學校學到的有關中文和中國文化知識很不一樣 在不同地方體驗的不同文化 加深了我對中國語言文化豐富性的理解 由學下令營領略漢語魅力對於外國學生來說 由於平時缺乏學習中文的氛圍,想要學好中文並非意思 而利用假期來中國學習和生活一段時間 沉浸在中國文化氛圍中,接觸真實的生活交際場景 能帶給海外漢語學習者更直接的觸動和影響 美國紐約州納大學布法羅芬校語言學系主管中文教學的女雪鴻教授 已經連續十一年帶領學生來中國開展暑期學習項目了 女老師詳細介紹了項目的情況 她說,從2005年開始與首都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學院合作 開展為其九州的漢語強化學習 在九州內,學生根據原有中文水平分成兩三個級別 都要求收滿八個漢語科學分 同時每天環繞和中國語伴面對面地交流一小時 學習期間穿插有參觀、交流、遊覽等活動 女老師說,參加這個項目的學生來自學校的不同專業 有政治、歷史、傳媒、東亞研究、經濟、金融、商業、語言、 護士、電腦、醫學、化工、工程等 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學生們反映 由於在中文環境中進行九州的高強度語言培訓 所以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 暑期項目結束後,大多多順利通過了漢語水平考試3至6級 這些美國學生對中國的印象從原來停留在書本上或網絡上 到現在親眼看到了真實的中國社會 名性古蹟,親身體驗了中國文化,因而觸動極大 呂老師說,這個體驗式學習中文項目對於不少參與者的專業選擇或職業設計產生了深遠影響 今年他們就曾邀請四位往期參加該項目的校友來和大家座談 現在,他們中有人在美國公司負責對華貿易 有人在北京翻譯公司兼職教學 有人成為了美國駐中國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 還有人是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公關和高層管理者 一個名叫拜丹尼的美國學生說 這個暑期項目鍛鍊了我,讓我獲得了許多意料之外的收獲 我堅信,這是我上大學以來所做出的最正確的決定 此外,中國各大高校還積極走出去 與海外學校及孔子學院合作 開展校園內的遊學體驗營項目 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憑者其經貿教學特色 承辦了巴西法商務孔子學院暑期漢語文化體驗營 在教學的同時設計了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化體驗活動 在尋根之旅牽動由子晴懷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 讓在海外長大的孩子學好中文 了解發展中的中國成了許多華裔父母的心願 溫州民成縣玉湖鎮是著名的橋鄉 華僑佔全鎮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每年有三十多名華僑子女利用暑假回鄉學習中文 美國紐約大學報法羅分校華裔學生李家維說 參加暑期中文培訓項目使我對祖國有了新的認識 它將成為我長久的回憶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 就將心不見底的活水 我們參加暑期活動 只是在表面淺淺地挖過 要想探究博大精心的中華文化 我還要繼續好好學習中文 法國留學生朱利是一名華裔 他已經在中國留學兩年了 他告訴不者 在自己很小的時候 父母就真理用暑期帶他回中國旅遊 貪親真正踏上祖國的土地去感受 才牽動我心中那份身為中華子孫的情懷 雖然如時的記憶已有些模糊 但切實觸摸中國文化的那種驚奇 未讓他難以忘為 也堅定了他高中畢業後來中國讀大學的決心 中文是連接分佈於世界各地的 六千萬華僑華人的紐大 也逐漸成為連接中國華世界的紐大 在這古中文烈朝中 在嚴嚴夏日中 我們看得更多的漢語學習者走在中國的街頭巷尾 遊歷中國的河流山村 親身體驗和感受著中華語言和文化的魅力 相信這種體驗式學習方式 會為每個漢語學習者的暑期帶來別樣的精彩 對 對 對